我家乡的这个米豆腐大家都爱吃 但是自己在家做 要么石灰味道重 要么不成形 今天我教你们一个简单的做法 做好了甩那些摆摊的几条街 做米豆腐我都是用这种按比例对好食用碱的米粉 先倒平平的一碗粉放到锅里 再用装粉的碗加满满的一碗水 搅拌到完全没有粉疙瘩以后 再用相同的碗加满满的两碗水 比例是一碗粉三碗水 然后开大火不停地搅拌 注意不要糊锅 搅到这种米糊状态后 转中小火继续搅 大概搅个六至七分钟 越搅越稀 搅到这种粘稠拉丝不断的状态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倒在搅盆里边自然放凉 完全放凉的米豆腐 给它倒扣过来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每天都在用新椒做菜 麻烦给个小红星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 小碗中加小米椒 两瓢大蒜水 盐 鸡精 味精 白糖 生抽 陈醋 一瓢拌什么都特别提味的青花椒酱 一瓢油辣椒 搅拌均匀就淋到切好的米豆腐上 有条件的搞点葱花 薄荷叶子 油酥豌豆 随便拌两下把门窗关好就可以开吃了